为了打造书香城市 基隆市文化局推动共读基隆24小时的计划 既建书店率先响应24小时书店之后 位在中山区的太平青鸟书店 也加入事办24小时书店 喜欢阅读的市长谢国良也感谢书店的响应 邀请不止是基隆在这个区域 还有基隆里外的喜欢基隆的蛮有的 都可以来看着新章感受这个独特的衣服 我觉得多么24小时其实对很多的一些 当时市民有外地有的 验帽子 验子验帽子 对 对啊 因为其实像 我想大家知道很多货家的试验的时候 我没感觉很特别 特别有 那我也是 练习 我晚上有什么事在里面 对 所以常常就是会到可能凌晨两三点后 他们就很希望可以找个地方 可能有很多人可以拍摆 太好 非常期待 未来的太平青鸟会拍个越来越晚 然后内容会越来越好 太棒了 谢谢 太平青鸟书店将在3月29号 试办第一场24小时口碑场 后续依执行状况陆续调整试办时间 市府也将持续结合店家来推动 让基隆各角落充满书香气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